欧教授 今次你對各位同學的作品有什麼評價呢? 講述我的想法 雖然我不做評審 但我也要看完所有的作品 對我來說是很驚訝的 因為以前香港沒有做過這樣的比賽 我沒有想過香港的學生會做得怎麼樣 但回來的結果是相當好 我們做這件事之前 我們曾經參考過世界上其他有名的比賽 例如Intel的比賽 或者Siemens Westinghouse的比賽 他們的水準是舉世知名的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達到他們那種水平 但最初做的時候我不知道 收回來看那些結果 看那些學生的報告 起碼我們可以說 我們的學生的水平 不會差得那些世界知名的比賽的水平 其實劉好教授 你覺得對我們接下來的學生 日後有什麼期望呢? 期望嗎? 我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但我相信他們這次的經驗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的經驗 這種經驗 我個人覺得是會對一個人 將來入社會做事也好 繼續研討高深的學問也好 是一種正面的經驗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如果將來在我們這些學生中間 有一些人在社會上很有成就 或者在學術研究上很有成就 我不會覺得出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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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